好,現在宣佈開會 首先進行報告事項,請議事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獲取交通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一百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上午九十一分至十一時四十一分 地點本院洪董二零一會議事 出席委員洪孟凱等十三人,列席委員劉士芳等上司人 列席官員五月十八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陳耀祥等 主席陳召及委員學生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審查委員林靜憲等十七人擬拒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三案 本日會議有委員林靜憲等說明提案要指 在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陳耀祥報告後 既有委員洪孟凱等十三人提出質詢 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陳耀祥 及相關委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尋討完畢 二委員列婉如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並刊登公報 三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為其答覆部分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盡速以書面答覆 決議委員林靜憲等十七人擬聚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三案 應則其繼續審查 上會宣讀完畢 好請問各位委員對議事 蛤 人不夠 紅孟凱委員不是進來了嗎 蛤 不是啊 在哪裏 先把他抓進來 人少一個 等下再去聽就好 等下再去聽就好 那他現在要進來 嗯 好 那你先去看吧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 議事錄等下再確定好 好 好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四項案由 討論四項審查委員高嘉宇等十六人 時代力量黨團 分別女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七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委員陳學生等二十二人女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委員洪門凱等十八人 委員林德福等十七人 委員謝伊鳳等十六人 分別女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案及第一案如今覆益 則不予審查宣讀完畢 好我們請高委員嘉宇說明提案要指 謝謝主席 那本案是因為這個台六十一線西濱段的這個區間車速儀 因為出現了這個瑕疵 引起國人的爭議 對於我們的這些執法工具應該要有法律的明確性以及正確性 所以我們提出這樣子的一個修法 也就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第七條之二 認為說任何要舉發汽車駕駛人違規的一些科學儀器 都應該要通過國家標檢局的這個檢驗合格 而且有檢驗合格證書 那此次的區間車速儀的監控系統 引發全國爭議 目前我想這個交通部也已經會同我們經濟部標檢局 會全面的來重新的檢討 但是目前還是有爭議有包括新北市目前還沒有停用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法律的明確之後呢 也能夠讓交通部對於未來的執法能夠更謹慎更嚴謹 那對於沒有經過這些標檢局檢驗說產生疑議 甚至執法正當性的這些罰單 也要全面的來研議撤銷 那這次提出這樣的修法呢 也有鑑於說過去曾經也有發生過像感應式線圈 沒有經過這個標檢局檢驗而被發現說有這個 與法無據的狀況而全面停用的現況 甚至呢也撤銷當時的一些罰單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日後我們在做相關的科技執法 日新月異的同時也應該注意我們執法的這個正當性跟公平性 那任何這個要對於我們行為人駕駛人來開罰的這些科學儀器呢 都應該要有這個國家標檢局跟相關的檢驗合格 才能做為執法的依據 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高教育委員 請時代力量 黨團代表說明提案要組 時代力量陳焦華代表發言 針對本案的提案就是為什麼要提修法的原因就是 剛剛我們也知道就是在彰化西濱道路發生這個區間測速設備沒有認證 就錯誤開罰的情形 那這個情形呢我們相信在高速總局 高速總局這邊如果還有相關沒有經過認證的商品 也盡量公佈並考慮是不是能夠來停用 那我們也知道目前還有新北市還在用 那過去呢也有發生一些感應式限圈這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在2008年那時候警政署就立即停用 那剛好那時候的署長也是侯友宜署長 署長也是他 所以在目前呢 這些沒有經過認證的這些測速 或者是違規的這個驗證的東西呢 是不是交通部趕快停用 因為這些商品呢 它的這個造成的這個違規罰款都非常的巨額 所以也會造成人民很大的這個損失 所以在政府沒有經過完備的這個測速設備的這個認證 然後就採用這樣也會引起民怨 所以為避免未來又有使用未經認證的測速設備 侵害人民財產財產權降低國家公信力 所以時代力量提出修法明定測速儀器 要經過國家標準定測 以上 好謝謝時代力量長團陳教華委員提案 我們現在請陳委員學生說明提案要職 各位委員同仁 因為有鑑於電動車輛或輔助設備 產業的迅速發展 所以比如說 像輔助的載具 電動滑板車 還有電動輪椅 個人電動 法部的運居等等 那麼要提早因為未來即將面臨的交通秩序 與安全的問題 所以提出來交通道路 管理處罰條例 部分的條文修正草案 那麼將各類的新興電動移動的輔助 映居於民修的規範 並且進一步改善完善 我國慢車管理政策及法規的一個架構 保障我們用路人 安全跟權益 好謝謝 請從洪孟凱委員說明提案要職 洪孟凱委員 洪孟凱委員不在 請林委員得福說明提案要職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 為了強化一些不當改裝置 噪音的車輛及管制 所以說 要納入調扣牌照三個月的處罰 如果在調扣期間 再次違法的話 違法的話 就要末路該去機車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 這個也是困擾很多 我們的民眾 因為很多 車輛 他都去做一些改裝 那 在 道路上蛇行 或者其他 危險的駕駛 那甚至於行車速度 也都超過 原來的規範 那 任意變換車道 這個也不讓 其 就是這個 其他 這個車輛正常行駛 那 造成很多 這個 車禍的發生 尤其是 這個在 這個 很多汽機車 他刻意的去把它改造 那改造以後那個噪音 講實在話 是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又很困擾 我認為說這個部分 站在交通部的立場 要加重加滑 為什麼 因為你要是沒有用重滑 這個來做處理的話 根本他連怕都不怕 所以說我認為像 這些 站在交通部 這個 尤其在 整個交通的管理 管理上 應該 這個要去重視 因為 你看有時候晚上 大家都在睡覺 但是他機車 他就把那個排音器拿掉 甚至有的改裝 汽車也一樣 像這種都困擾了很多的民眾 所以說 本席今天提出 就是有關於這方面 這個交通部 在 這些去做改裝 這個不按正常的這些 這個原來的規範 應該要 加重處罰 甚至於 一而再再而三的換 換的話 甚至應該要把他的 汽機車把他沒路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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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敦鳳委員 下一位請 謝一 鳳委員 說明提案要指 我們請洪孟開委員準備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與會的同仁 本席是對於 要針列隊 拆除消音器 以及其他方式 造成噪音 於半年內 連續違反者 吊扣 其駕照 駕駛執照 三個月 並對危險 駕駛B車等 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險 將吊扣 汽車排照時間 從三個月 提高到六個月 因為以新北市為例 2017年 民眾對於 噪音車的投訴案件 就高達了 四萬七千件 幾乎是民院之首 新北市年年積查 2019年 更高達了 四萬三千件 桃園市也曾 試辦照音偵測照相系統 試辦的第一天 就在四小時內 拍到一千張照片 平均每分鐘 有四輛噪音車經過 彰化縣環保局 也在去年的時候 在浦興和美大春 彰化市盡情噪音取締 發現藍茶車輛 六百七十四輛 開罰了二十二輛 可見照音車的問題 非常嚴重 全台皆然 雖然地方政府 每年都有進行聯合大機查 強力取締 但同樣的問題 仍然發生 民眾生活周遭 常常就出現噪音車 因為排氣管 拆裝容易 有車主在驗車前 會改回原廠管 一旦檢驗通過後 再馬上改回 高噪音的排氣管 目前政府開罰 都是用噪音管制法 第26條來開罰 最高只罰三千六百元 對於願意花錢改車的車主 這罰款金額非常低 很多噪音車主在繳完罰款後 馬上就改回來 所以本席要提案 除了要維持原本的罰款之外 只要三個月再犯 不用造成車禍 就可以吊扣駕照三個月 希望可以嚇阻噪音車上街 再來 根據警政署的統計 108年 危險駕駛違規已超數的是 9120件 74.64%最多 排名第二的是蛇行 或者是危險駕車 有1674件 13.67% 第三個就是B車 644件 這三項危險駕駛的 違規跟107年相比 違規率都是成長的 而且 違規的駕數 尤其是以B車 在比108年又比107年 多了117件 成長率是高達22.2% 所以本席認為犯了危險駕駛而 吊扣汽車牌照的處罰 應該從六個月提高到 應該從三個月提高到六個月 以免這些危險駕駛很短時間就可以上路 再造成其他民眾的危險 謝謝大家 好謝謝 謝謝謝伊鳳委員 的說明 下一位請 洪孟凱委員說明提案要請 好 周圍各位同仁 以及我們今天出席的行政部門 所以我想今天 本席跟林德福委員 謝伊鳳委員等人 都針對道路管理處罰條例 第43條來做一個說明提案 那其實重點在於剛剛林德福委員 或謝伊鳳委員都講得非常清楚了 理論的部分我就不再贅述 但是我想提供一些實務的經驗 來給我們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這邊有講到是說 針對這個所謂的取消消音器 並且造成或以其他方式製造噪音的 一個立法目的就是本條的第一項 第五款的部分 行政部門認為是說 應該要予以三除 但是 針對本席在地方上的經驗來講 以及第一線的執法同仁 警察同仁 常常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真的看到民眾投訴 有著所謂的半夜噪音 或是半夜飆車的一個狀況 卻 當藍查下來之後 沒有強而有力的法條 依據可以喝止 或是可以制止 這樣的一個行為 最主要就是因為在 藍檢的時候 可能這一些飆車主 他的一個速度 因為遠遠看到警方 他的速度 可能已經降低 但是 當真的藍查下來之後 反而 他造成噪音的這些方式 是沒有法令去管 沒有辦法嚇阻的 也因此 往往一個晚上 會有很多的鄉親打檢舉電話來 地方的遠景疲於奔命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一個藍檢 但是到最後也只能罰款了事 並沒有辦法真正的嚇阻 這樣的一個行為發生 也因此我們才提出來說 並不是要去管制 這個一般的一個車輛的一個 這個改裝的一個部分 而是真正在於是說 如果有拆除消音器或其他的方式 在半夜寧靜的時候 製造很嚴重 影響到大眾安寧的噪音的時候 給警方強而有力的一個法條 可以讓他去嚇阻 也因此我們提出來是說 如果說在一年裡面兩次違規 或這樣子就要可以來做一個 吊銷執照六個月 我想這個部分是比較更進一步的立法 也希望能夠嚇阻 一般的想要飆車的一個民眾 他這樣子便宜行事的一個飆車 但是又可以保障到 我們一般遵守交通規則的 合法的用路人 以及大眾的安寧的權利 所以我想針對這個部分 是我在地縣的一個觀察 以及跟第一線執法同仁的一個了解 那我也希望是說今天我們的同仁 以及行政部門可以共同支持這四十三條 針對消音器跟其他方式 知道噪音的部分 能夠來做一個支持 其他部分大家都有支持 我想我就不再贅述 再次說明 恨敬大家支持 謝謝 謝謝 好謝謝黃莫凱委員 現在確定議事錄 請問各位委員對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沒有意見 議事錄確定 好請交通部王市長報告 各位委員各位理事先生 以下就 實在力量 還有這個高嘉儀委員 陳雪森委員 洪孟凱委員 林德務委員 跟謝伊鳳委員 所提的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七條之二 三十二條之一 四十三條六十九條 七十二條之二 七十八條 共六萬修正 提案初步看法如下 時代力量跟高嘉儀委員 所提的第七條之二 這 超速等違規行為 應該由杜梁很專業機關認證 檢定合格 然後才用到這個 整個汽車違規所用的這個 舉發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跟經濟部 標準局有討論過 目前他們也在 修杜梁法的檢驗的一個辦法 那對這個提案本部敬表尊重 但是我們要可能跟經濟部 標準局 等他相關規範出來以後 那我們再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修正 那陳雪森委員所提的 陳雪森委員所提的 增定個人代步印據動力虎具 定義 其納物相關法則 那主要是 目前信息納印據 這個 在全世界都有在這個定義上面的 還有交通管理上面的不同的管理方式 我們將以這個方向來研擬 還有做一個審慎評估 那有關陳 陳雪森委員所提的 七十二條之二 增定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最低駕駛年齡 以及七十八條 訂定所謂 個人的醫療行動虎具 這個 如果再騰行道 超過 六公 明小六公里的滑蛇 這個我們盡保尊重 弘敏凱委員 林德務委員 先用委提的四十三條 這個 有關駕駛人 拆除消音器 或以其他方式造成這個噪音 因而這個造勢處罰的部分 原則上 這一步我們會有一個說明 希望說 第一個 是不是在噪音管制罰上面 的滑蛇可以再強一點 因為主要是 的看法是 噪音到底是不是一個危險價值行為 那當然可以討論 我們也尊重 尊重委員 如果最後 覺得在 滑蛇條例的滑蛇比較高 可以納入 這個我們盡保尊重 那相關的 詳細說明 我請陸正師陳市長 向各位委員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王市長 請陸正師陳市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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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一個檢驗的驗證的方式 所以我們建議是經濟物標準局 訂定相關規範後再審慎評估修正 第二個 陳雪森委員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第32條之一 第69條第72條之二第78條一案 那委員提案主要關心這個新型態的 綠能交通工具與道路使用者的相關的安全跟權域 本部禁表港配 不過還有相關的客離需加以客服 如國內的交通環境 這個交通各車流密集混合車流比較多 那開放新型態的運具需要有一些嚴謹的配套措施 那我們據了解目前國外 針對個人的代步載具的法律框架還很模糊 許多國家還處於事辦當中 所限制行駛的範圍跟管理的程度不盡相同 而且還有相關的亂象 所以我們建議本案再審慎的一個考量 那令委員提案第七十二條 池爾明定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 最低騎乘年齡及租賃業者出租車輛 與消費者前應教導騎乘及使用方法 因為有助於提升行車的安全 本部尊重委員會的綜合審議的結果 那委員有提案第七十八條 增訂個人使用醫療行動輔具 在人行道上行駛速率超過每小時六公里的處罰部分 那考量實務上身心障礙者 如果是使用經衛生主管機關合可的 醫療用的電動代步車跟電動輪椅 那我們是把它視為這個行人的輔助器材 在道路上的使用 應該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規定 所以委員的這個提案 我們建議只要把文字稍作修正即可 那第三是有關 洪夢海委員、林德福委員、謝伊鳳委員 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第四十三條一案 那委員提案加重危險駕駛的罰則 有助於提升道路的交通安全 本部禁表贊同 那有關延長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相關的違規情形的吊扣牌照期限 由緣三個月延長為四個月或六個月 即增加再次違反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60公里 行為者需末入車輛的規定 均有助於遏止違規行為本部尊重委員會的綜合審議結果 那另外有關本條第一項第五款 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的這一個處罰 那經洽徵實務的執法檢察機關建議本款予以刪除 那主要的理由簡要說明如下 因為這個四十三條主要是規範飆車 那飆車所產生的危險駕駛行為 是依本條第一項的第一款是第四款都可以處罰 不過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製造噪音 系數單純汽車改裝設備及噪音防治的議題 較難以危險駕駛行為連結 另外取締這個機動車輛在行駛中產生噪音的行為 尚需配合以專業的儀器檢測音量分配數 那現行實務上各縣市政府大多是規劃要需要有環保 監禮警察機關聯合積查勤務才可以做相關的一個取締工作 所以有關機動車輛產生噪音的處罰 我們是建議回歸噪音管制法的處罰 綜上說明本部趕配相關委員的一個提案 請提供本部的建議處理意見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謝謝陸志正師陳市長 現在進行尋答 先宣告以下的事項 尋答時間 出席委員5加2分鐘 列席委員5分鐘 暫定10點30分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等於10點30分截止 各位委員如果有提案請在10點前提出來以便議事人員會整 中午我們原則上不休息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 我們召集委員李坤哲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一下王次長 趙新華局長 還有黃護局長公路總局 趙局長公路總局 李嘉偉好 市長您好 在5月17號 彭山隧道 發生了 車輛拋錨 而且冒煙的事件 那彭山隧道 它的長度是3861公尺 別忘了 我們國道5號 還有雪山隧道 那雪山隧道 長度是12.9公里 它是亞洲最長 那全世界 也是排名第五的長隧道 那彭山隧道 跟雪山隧道都在國道5號 整個國道5號 總共啊 有5座的隧道 我們提到彭山隧道 在5月17號發生這個 車輛拋錨冒煙的事件 我要提醒次長的是 在整個雪山隧道 每一年 故障車的平均啊 高達1100件的 這樣的一個次數 有1100件的 這樣的一個故障車的案例 那這三年來 雪山隧道 因為發生火燒車 或者是相關的冒煙 或者是車禍 造成雪山隧道封閉 這三年來發生了5次 這都是令我們擔憂的一個狀況 那我先請教一下 局長 我們對於雪山隧道 這三年來 也都有相關的消防事故 或者是追撞 其他的相關事故的整體的演練 這三年來總共進行了13次 那最近的一次是在3月25號 那這些相關演練的狀況 還有 棚山隧道 還有這 三年來 五件的封閉隧道的事件 來簡單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整個一個國道5號的話 它的交通量非常大 那我們在辦理這個聯合一個 災房的演練的話 它必須很多在封閉都是選擇晚上 深夜的時段來辦理 那現在來講是說 雪水裡面 每一次的一個故障車的事件 或是每一次的一個事故 都是我們演練的一個 一個一個 等一個一個場景 所以幾乎是都 每天都有在做一些狀況 就是讓我們在做一些演練 那5月17號那個 車輛冒煙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它那個部分都 都處理的還蠻恰當的 就是說那個一個時間上 都在我們掌握範圍之內 也是我們這個 都要確實的檢討演練 那除了雪山隧道 有這三年來 進行了13次的這樣的一個演練之外 其他的 總共國道5號5座的隧道 以及整體的 我們相關的隧道 有進行演練嗎 次數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整個一個 國道5號以外的話 就是國道3號 或是國道那個 三號沿線的話有好幾個隧道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有 都有辦理它 都要確實的執行 這個次長都要全力的督促 是 我們不容發生相關的 這樣一個救災延誤 或是演練有瑕疵的 這樣一個狀況 我請教一下公路總局 黃局長 黃副局長 我們的公路總局所轄的 甲級隧道 總共有8座 是 那甲級隧道 就是長度3000公尺以上的 是甲級隧道 那 我們的乙級隧道 它總共分成五個等級 甲乙丙丁屋 那甲級隧道 就有8座 3000公尺以上的一個隧道 我要提醒啊 這個黃副局長 在過去三年來 因為 這些隧道發生的事故 或者是冒煙等等的 這樣一個狀況 這三年來 這些長隧道封閉的狀況 也高達四次 對 關於隧道是2500公尺 發生了三次 然後 八卦山隧道 是高達 4935公尺 也高達了一次 這樣的一個狀況啊 來簡單說明一下 這些事故 發生的狀況 跟排除的一個情形 各位委員報 事實上公務總局 我們有一個隧道 事故處理 及緊急應變防災的計劃 那基本上 我們都根據這個計劃 就剛剛委員有追尋 就是說 107年到現在 我們總共 針對長 那八座長隧道 已經演練了30次 當然是最近 這三年 有四次的因事故而封閉 就剛剛委員說 報告的 觀音山隧道有 有三次 八卦山隧道一次 那基本上 工種都會依據 這樣一個緊急應變計畫 來處理 在處理過程中 應當多次還算順利 好 我再請教一下 趙興華 趙局長 有關於雪山隧道 它是12.9公里 我們相關的消防演練 以及它整體的狀況 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單向的 雙向的一個隧道 它其實 雪山隧道 是有三座隧道 在底下 還有一個通道 那相關的 這個底下的通道 就是有關於救援 或是 這個緊急疏散的時候 來做使用 那在2005年的時候 我在交通委員會 就針對雪山隧道 它相關的狀況 來提出多次的督促跟質詢 那時候2005年 本來是要趕載 連底通車 但是我們去現場會看的時候 我發覺 我發覺 它相關的 排水設施 引水設施 倒水設施 都還沒有整體的完工 相關的照明通風設備 其實也有很多相關的問題 所以一直延到2006年的6月 才正式的通車 那時候 在我的要求之下 再拖延了半年 那 在當時 我們針對 這些 長隧道的 排煙的一個狀況 或是發生火燒車的狀況 都是讓我們 擔憂的一個緊急狀況 所以當初 我是要求在雪稅 做排煙的測試 但是當時的高工局局長 梁岳 在彭山隧道 就先做一個相關排煙的測試 那我們相關這幾年來 從2005年到現在 我們整體的 這些長隧道的 排煙設施消防研練 在當時 我們也針對 這些 引擎溫度過高 因為在國外的長隧道 都是比較位處於寒冷地帶 那台灣的氣候 比較不一樣 那相關的這些 我們有沒有去進行相關研究 在 車輛進入隧道之前 相關的 引擎溫度過高的 這些狀況 在當初 也有提出 是否用紅外線的一個偵測 那這些相關的消防設施 當時我也提出 要成立機車的相關 救援消防的 這些編制 那這些狀況 我們這幾年 有什麼做調整嗎 來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目前來講 整個雪碎的排煙 通風排煙的部分 在沒有開放大貨車的情況之下 它的排煙那個是 它是有兩倍的能量 就是說我 重流的一個排風的部分 假如是有一半的那個設備壞掉的話 它還是可以運作 還是符合我們那個 整個一個安全的因素 那它整個一個 有三個塑菌 有四個區段的一個通風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在排煙的部分 民主黨我要提醒你 我們是不容許 這樣的一個長隧道 有所謂的排煙設備 會有一半故障也沒問題的這種說法 是是 都要隨時加強檢測 能夠讓它能夠正常順利的運作 是我是跟委員表達說 它的安全因素有兩倍 兩倍的考量 好這個請王次長 必須督促高工局跟公路總局 甚至台鐵跟高鐵都有相關的隧道 這些的安全消防的演練 緊急救難的演練 都必須要嚴格的督促跟落實 是沒有問題 我們來督導 好 好謝謝我們招委李坤哲委 下一位請趙鎮宇委員發言 請王次長 好請王次長 趙鎮宇好 那個王次長 今天520 也是您留任 很高興看到您留任 我想交通部很多職務你都站帶過 我認為你是交通部的黃金工具人 是非常優秀的 這個我每次看到一些協調會 或是一些處理一些緊急狀況 交通部都是由您來處理 而且處理得都非常好 謝謝 首先跟你恭喜一下 另外一個區間測速 大家都非常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 那個 我們的法定的渡量痕儀器 還沒有鑑定之前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能來做的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地方 尤其我們新北市 像台北市的萬里隧道 還有我們的北宜公路 新店的環河 快速道路 還有新莊的台64線 還在用 這個 現在這個圖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個就是北宜 很多機車 停在那邊幹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是休息站 現在 在等4分鐘過去 他可能騎太快了 因為前面有一個區間測速的一個儀器 他們在那邊 全部聚集在一起 那旁邊還有一個公園 有的機車族還是繞到裡面去 跑到公園裡面繞一繞再出來 這個有意義嗎 請你說明一下 我跟趙遠報告 區間測速是我們覺得 比點測速度還有效的一個辦法 過去像這個它是等一下 可是 在點測速的時候是 閃過那個測速點就開始飆速 所以過去也造成很大的傷亡 然後所以我們 我們就覺得區間測速是一個趨勢 在這個區間裡面 用平均速度的方法 那剛才談到 有關於渡量橫器 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跟進入部激發 有在討論 他們會 就渡量橫器的檢定辦法 來做一個修正 那 但是我們上次 臨時決議的時候有講 你還沒有 這個渡量橫儀器有沒有 還沒有確定有沒有 認證過之後 那我們區間測速要定里程的上限有沒有 還有一段的距離就要提醒 是不是 那今天大家為什麼會講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以前都是定點的嘛 就像你講的 現在是區間測速是趨勢 那一般慢慢的人不知道 就像我們的路間有沒有 誰知道是60公里 後面才知道嘛 那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啊 那你要交回到那個交流道 500公尺有沒有 你不能切進去 有沒有 這又是一個嘛 是是 民眾的荷包啊 我們不能是 一定要罰它錢 就是我們是 任何一個法律 任何一個法定 都是我們就要阻止而已 去規勸 並不是一定要來 那個罰責罰它 不是我們的目的 也不是目的嘛 對對對 那今天你這個設備還沒有完成 你又是交通部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東西 訂好之後 我們再來辦 是不是要提醒人家 我這邊跟趙遠報告 就是說我們在交流會有一個結議 就是說還沒有確定 對還沒有確定啊 對啊 但他們現在還在撤啊 還在那邊罰啊 但新北市上我們有跟他聯繫 就是說 第一個新北在萬里隧道 他減了95%的造勢率 所以在 胡市長那邊是覺得 這個是對於改善交通是 是很很不錯的一個 我沒有說不支持 我跟你說 你這個儀器 罰人家就像法律一樣嘛 你一定要判決嘛 是不是 你要有依據嘛 那個 我剛剛委員報告啊 就是新北他有請他的廠商 有去 測過 是覺得正切的 那這就不回望我們那個 這廠商是哪個廠商 他們找 對 他認同嗎 是不是 對 這部分我們現在是 比較建議是用第三方 比如說現在中科院現在 那經濟部 經濟部有來嗎 來說明一下 經濟部的立場 來請 那警政署的認定呢 組長 你們兩個來打一下吧 這很重要的事情 好來 經濟部先打好了 在警政署 他那個 有你們的規範嗎 他那個認定的 測量的儀器的公司 是你們核可的嗎 許可的嗎 目前確定測速 因為他並不是 因應檢定的法令多量 對我知道啊 你們在修法 所以現在他不是我們那個 核可的 製造那個業者 也不是吧 那個警政署咧 你們法院依據咧 因為當初啊 就我們地方 警察單位啊 他基於要降低違規檢討事故 那跟交通部的申請經費 建制了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 他的功能 運作啊 他本來就有 向這個國家標準 時間實驗室去對死 那他 測試過之後 有對死 他覺得他這個系統功能 是正常的 那地方單位 他覺得有這個 需求 而且我們也覺得這個方法 對降低事故 減少違規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一開始 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那彰化出現這個問題 他是 機器故障 那故障修好以後 那 心別他說我機器沒有故障 我還是對的 所以我們也是尊重他們的決定 謝謝 那既然有一個公正的單位來檢測有沒有 這個時間的話 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 請回齁 那 次長 那 台北大廳 那 永久靜坐 你的看法如何 沒有現在 我們現在並沒有永久靜坐 因為現在是疫情期間 到7月底以前 不開放 那台鐵 事實上也沒有說要永久靜坐 你看國外的人 不管是韓國人 日本人來這邊 他覺得我們這個國家非常進步 有沒有 而且他們 認為 你看 一個大廳 大家可以聚集在這個地方 是非常好的 我想大部分聚集都是外勞的朋友 或是外配 或是一些 因為他平常都在閃居各地 那我們這個台北車站是最好聚集的地方 也最好 最醒目的地方 那你有沒有覺得大廳為什麼這麼大 以前設計的 因為他叫台北車站這麼大嗎 對 就是他留下一個大的一個 為什麼留下 我跟你講 以前我們都要排隊去買票 對對 有沒有 所以大廳要設計很大 因為我們要排隊買票 現在電腦化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自己要檢討 我們這個大廳是不是要怎麼來做 有沒有 擺椅子或擺什麼 一個給他們一個 有沒有 不是坐地上 是不是 擺椅子 擺什麼 規劃一下 讓它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一個 一個車站 是不是 不要大家席地而坐 有沒有 這習慣久了就習慣 那我們應該要設置一些地方 讓他們做 讓他們聯誼交移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 讓他們能聚集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設備給他做好 我們可以考量一下好不好 這部目前 台鐵局目前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還有一個 那個趕快規劃 那類電動自行車 這個電動載具 現在開始 我們都要修法 那滿14歲 還有限速要25公里 是不是 是 那以電動滑板來說 那小朋友 小學生都玩那個電動滑板 是不是 那14歲是怎麼訂出來的 現在 現在是提案了 還要討論 那議員所訂出來的嗎 沒有 現在委員主要是對於這個 自行車的 電動自行車的部分 對 我們是覺得電動自行車的確 如果14歲以上是比較 因為它速度比較快 比自行車快 你看我們路上又有慢車道 機車道 人行道 快車道 那現在還加一個什麼 電動 電動車道嗎 電動車的車道嗎 電動自行車現在就有 那現在大家所提的是包括 這個行動載具 就是電動輔具 我想這個都要協調一下 有沒有說交通部自己 自己在那邊訂的 我們有一些說明 還有那個滑滑係數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很多人 這個會滑有沒有 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BPM 對不對 我們大概45 那我們現在朝向50到65 我覺得65是最安全的 還有冷孔蓋也是一樣 能不能達到跟像我們的 這個 這個滑滑係數一樣 對 可以嗎 對 跟委報 滑滑係數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 剛才講BPM如果高於65 它的緩光的效果比較差 比較差 對 所以我們一般是建議在都市內 滑滑係數比較高 在郊區可能是 LDWS 這個叫車道偏離 我是建議公路總局 還有高速公路局都是一樣 我們道路 舊的時候沒關係 但是我們這個標線 有沒有 它很容易 第一個模糊 第一個損壞 但是最重要就是 把它的標線重新標 你不要重新加封 但是你要把它標線做 因為我們現在 車道偏移的車子非常多 都是要靠這個來標示的 這個對我們的行車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還有比荒花 係數提高還是 都一樣都重要 謝謝委員的指證 這個我們來加強 謝謝 好 謝謝 趙正義委員 帥位請 洪孟凱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好 主席謝謝麻煩請我們王次長 請王次長 請王次長 洪委員好 好 市長好 幾個問題來跟您請教 現在疫情已經慢慢逐漸的趨緩 但是我們看到說高鐵怎麼會宣布要實施第二波的減班 砍掉147個班次 預計到6月23號 想請教交通部之前有沒有掌握高鐵要第二次減班的一個狀況 第一次減班他有送上來 是 第二次減班他在規劃中 那第一次減班當然就說疫情的狀況下搭乘的人少 人比較少嘛 對 但第二次我們覺得現在這個時機我們又看看他 您覺得適合嗎 疫情已經逐漸趨緩了 我們連續30多天沒有本土案例了 照理講應該是 運量會慢慢復甦 慢慢回升 結果沒想到 147個班次減少之後 通勤時間一個小時只剩兩班啊 那反而造成通勤族 因為這兩班一定要擠上車 變成高鐵列車車廂裡面 自由座也好 座位區也好 完全沒有辦法維持正常的社交距離 這樣有辦法 我覺得這樣不妥 就是說如果弄到變成站位 然後社交距離沒辦法保持 是 因為這是昨天媒體都已經披露 而且也講說通勤族叫苦連天 一個小時只有兩班 自由座大家被迫擠滿篩爆 這反而對於疫情是一個破口啊 如果說現在有可能再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嘛 所以是不是交通部趕快再 要求高鐵這邊來做個檢討 他因為第二波的 而且預計到6月23號 照理講就是說還要一個月 減班的情況都還要再一個月 這樣子應該是很不妥的一個情況吧 我們來了解他現在的規劃 好 請次長這邊 針對高鐵這邊來做一個規劃 尤其是我們不希望說現在疫情反而趨緩了 怎麼沒想到高鐵反其道而行變成減班 而造成通勤族以及尖峰時刻 大家使用上非常不方便 那再來 剛剛我們也有委員這邊有提到 是說這個台鐵 台北車站大廳啊 本來一日數變喔 這個部長的講法 我看媒體報導從禮拜一禮拜二到今天 最新說法是什麼 最新我們的這個台鐵鐵路局這邊會做的一個這個規劃是什麼樣 現在目前規劃是疫情過後會重新開放 但是會重新規劃 對 為什麼要重新規劃 因為過去對於比如說對於搭車人的這個阻礙 還有包括一些關站的課題 這個部分在台鐵局會做一個這個重新的規劃跟宣布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這樣就是 會在疫情過後會開放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些方案啊 包括剛才所提的是不是有座位的方案 還有說是不是有時間的限制 市長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訊息喔 網路上現在在講是說 有人在社群媒體發起 禮拜六要做爆台北車站 說現在目前最新是三千人以上都點說有興趣 五百人表明要參加 如果說真的五百人全部都同一時間擠到台北車站大廳的話 誒說真的 這樣也很難維持所謂的社交距離 因為我們的政策現在並沒有說要永遠關閉 第二個在疫情期間它有聚集的花款規定 三千到一萬五 所以如果去的話我們就要按照現在疫情期間的這個 花者來出發 但是我要跟他們講是說 目前剛才所提的是開放然後重新規劃是這樣 市長其實我覺得說也不用說那麼的 馬上就搬出法條啦 說實在有些時候網路上都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啦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為什麼會有民眾馬上在網路上做一個爭辯 有人覺得要開放也覺得不開放 重點在於是什麼 重點在於是大家都關心這個是一個公共的空間 這個是全民的車站大廳 它不是屬於公部門自己今天要怎麼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也因此本習這邊具體建議是說 在大廳到底要開放或說要管理之前 是不是 因為你講說7月31號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段時間還是可以做收集民意的部分 而且要中盤考量 因為可能會有移工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般的民眾 其實本習也常在台北稱在大廳看到 我們的大學生 7月8月做所謂的大一大二的新生訓練報道 也會有所謂在那邊聚集做團康等等相關的活動 也因此規劃絕對可以規定 規定絕對可以規定 怎麼樣讓它關章的部分減少 譬如說禁止不要躺在地上 不要席地而躺 但是席地而坐或是做一些相關的活動 只要沒有妨礙到用路輪的部分 應該都是要給予開放 市長您可以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我們現在方向跟宏偉所建議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沒有永久禁止這樣的一個選項 是是 好 謝謝次長 那再來第三個部分 現在有講到是說防疫旅遊 目前規劃的景點路線以及相關的補助 有沒有具體的一個細項出來了 我跟宏偉報告 我們第一階段是5月27號到7月底 對 那現在5月27號由中華民國旅行 同一公會 他發起就是旅行社 叫做彩線 在全國的8個地方同時齊花 那他重點就是 要了解一下所有的 包括柚子 那個柚子塑形 是不是準備好 現在都還是彩線團 彩線團現在都是旅行社 但不是之前有傳出說5月底 彩線團完6月就要有一般民眾可以參與的團了嗎 我們是初步提8月 但是8月這要 會選完嗎 初步是這樣 就是說 防疫旅遊是到7月底 然後還接是 所謂安心旅遊 但是安心旅遊部要聽中央疫情中心的指示 好 那次長您知不知道 這個禮拜六 陳時中部長已經要帶隊去墾丁做旅遊的一個示範了 我們歡迎啦 我們是歡迎 但是是嘛 所以我現在就想是說 欸 次長會不會覺得有一點點這個交通部衛福部兩個部會互別苗頭的味道 不會 不會 昨天我們就是把我們防疫旅遊提了疫情中心 裡面也包括我們所謂防疫旅遊的參考守則 在守則裡面包括遊覽車隔壁座 包括疑似兩個人要兩個床等等的齁 我覺得這部分應該是陳部長昨天看到我們的這個防疫守則 他或許會自己去試一下 我再猜一次 所以我們所有的這個方案都是先丟到疫情中心同意後再指示這樣 昨天已經通過了 來 次長 那陳時中部長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也有提到喔 其實做好防疫的規劃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嘛 這也是我們所謂防疫新生活後續的一個發展跟規劃嘛 那現在交通部在您剛剛也講說每一個措施權都會送到疫情指揮中心 但是本席也注意到交通部日前率先公布三階段的解禁喔 包括8月1號才要取消強制去大眾運輸工具戴口罩 10月1號才要恢復兩岸的航點跟小山通等 您看 現在才5月還沒6月 馬上已經規劃到8月10月才要做這些部分 中間都沒有任何可以滾動檢討的一個時程嗎 會不會覺得說這樣子一下子超限部署太過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是說交通部你現在在急什麼 是不是也在搶這個所謂國內旅遊或是交通規範的一個主導權 你有尊重疫情指揮中心嗎 有有 我們在這個洪偉所看到三階段是我們的草案 昨天已經送疫情中心 然後在疫情中心也有跟我們有做一些討論 比如說第二階段要不要從8月開始 第三階段要不要從10月開始 市長我覺得這樣講就本席比較難接受 因為以往本席在質詢的時候 大家都講是說這個是媒體報導媒體誤解 但本席剛剛特別上我們交通部的網站 這是交通部正式的新聞稿 告訴大家分三階段 8月1號才取消強制大眾交通工具的一個戴口罩 換句話講是說這已經是交通部正式新聞稿 如果你是說這個只是草案 還要再進一步跟疫情指揮中心溝通 那何必要大剌剌的還沒有溝通之前就先宣布 到時候如果說又要政策轉彎 不就又讓大家覺得是說我們不會多頭馬車 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嗎 事實上在過程中包括衛福部 甚至包括這個陸委會 就包括邊境的部分 我們都私底下有討論 剛剛所提的 事實上我們的草案裡面有一項很重要 就是14日期均需試疫情狀況彈性調整 是嗎 所以大致像昨天送上去大致就是這個方向 市長所以我想請教這個是誰主導 到底是疫情指揮中心 如果假設現在已經連30多天了 如果說6月本土案例感染都沒有 然後境外也沒有 疫情指揮中心突然在6月底就說 大家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用強制戴口罩 我們就改日期 就直接進入那個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 我們5月15號就先公布的這個三階段 你認不認為說這樣子反而是變成是太過於早 以及讓民眾也造成部分的恐慌 或是部分擔心部分的質疑 我們是不是要求政府真的做事 現在如果說疫情指揮中心 還是大家各部會都要遵守的話 是統一的發布 不要各自部會 有不同的資訊 丟出來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造成民眾的混淆 市長您同意嗎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可以調整 但是我跟宏偉報告 觀光業跟印術業是希望有一個 看他很清楚要做什麼的時間表 所以他們也是希望趕快恢復到他們原來的生活 所以這個就是 市長所以您最後 我在最後30秒我只講是說 就是因為觀光業、旅遊業、餐飲、飯店、住宿 所有業者其實都苦哈哈 也因此現在大家才會講是說 你先宣布了8月1號才要解禁 那換句話講說 民眾或業者都會覺得是 那意思是交通部告訴我們 因為戴口罩出遊 畢竟還是不方便嘛 是不是意思交通部認為說 8月以後再出遊比較好 換句話講 6月、7月 業者就會擔心不生意好做嘛 也因此我們才會講是說 有些管制 但是如果說你認為說太超前部署的部分 沒有跟疫情指揮中心這個一致的話 還是要有一個統一口徑 我們也不要一下子喊得太超過 讓民眾有預期心理認為說 在8月以前不用出來消費嘛 不是這樣子嗎 也不是 就是我剛剛 8月以後就是 這個是民眾的預期心理 市長我覺得還是最後 我們交通部主管機關還是要同理心 還是要跟民眾站在一起 還是要跟業者站在一起 不要什麼事情我們都宣布了 到最後再加一句誕書說 沒關係我們還是可以來做調整 恭喜齋 如果這樣的話 那有宣布跟沒宣布不是一樣嗎 好不好 我希望是市長這邊回去再做檢討 往後 關心全國一體適用的 真的 統一口徑 還有就是說我們不用超前部署那麼的錢 有些時候適時的滾動檢討 能夠放鬆 能夠放寬 能夠 改進的部分 盡數來做改進 這樣可以嗎 好OK 謝謝市長 好謝謝 黃沐凱委員 市長 紅委員講得很有道理喔 你們交通部講的是在放話 你懂了沒有 什麼10月1號幾號 我問了路委會不知道 你們沒有溝通 你們溝通完整以後 你跟大陸怎麼溝通 你說小碳通開就開喔 有那麼簡單 你們要跟誰對話 我真的搞不懂 我才會問你們 好不好 好下面請 林俊憲委員發言 謝主席 本席邀請我們交通部王次長 好請王次長 我們陸政司的陳市長 好陳市長 另外好 次長好 次長 我先給你看一張圖片 就是現在在我們的馬路上 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越來越多看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第一個像那個看起來像腳踏車 但是它是電動的 那它長得奇形怪狀 也有的像機車 可是實際上它又不是機車 它是電動的 它到底它定位如何 有沒有看到 是 你應該看得到吧 我了解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各位都經常看到 那這種東西算什麼 我們的法令會不會跟不上 實在的進步 現在越來越多人使用這種來代步 那我就查了一下 我們議員所 然後我們交通部的相關法令 怎麼去界定這些東西 我發現光那個名詞我就看不懂了 我們有寫說它是 動力行動輔據 個人代步載據 有說它是慢速運據 有說它電動車 電動代步車 電動自行車 電動滑板車 又稱呼它為平衡車 或者像我們 趙偉程學生 我們學工提的法案裡面 那引用國外的名詞 叫做電動個人輔助移動裝置 或個人電動移動裝置 這樣自己的正式文件 就有這麼多的名詞 然後它騎這個 它把它界定為 像自行車叫類自行車 可是自行車又不是 或類型人 這我看不懂 是不是人嗎 像人又不像人 是外星人嗎 踩在這個上面 那這種我們怎麼去管理它 它現在已經到處跑了 像這種的法律上的界定 第一個也保護使用這些 這個怎麼叫 運具 個人運具 我也不知道什麼稱呼 因為你給我們的名字太多了 那 現在 交通部要如何來做這樣的一個管理 是 我跟林委員報告 腳踏車就是慢車 所以電動腳踏車也是慢車 那剛才談到的個人行動輔助 一般就是電動代步車跟電動輪椅 這是高齡跟身臟朋友在用的 那我們現在是像剛才談到 你會不會先把名詞 名詞 統一一下 對 簡化一下 有的你叫電動滑板車 平衡車 什麼叫慢速運具 其實這個名詞都重疊了 就是 應該理論上應該有一個叫 慢車 一個叫 動力行動輔助 一個是個人代步運具 然後他就跪在各個裡面 那剛才談到類型人跟類型人 就是說 他意思是說這些 是哪一個是 當作行人 哪一個當自行車 比如說 類型人就是像人又不像人 對 如果到底算不算行人 他踩在滑板上 你用行人的法律管制他嗎 那實際上速度也蠻快的 是 比如說下面這個輪椅 類型人撞到一個行人 那 他就按照行人來處理 現在目前是這樣 如果自行車 現在那種滑板 我速度其實是蠻快 我撞到一個人 那個人是用走路的 那其實我們兩個地位會一樣嗎 不一樣吧 那一個是行人 一個是人 一個是類型人 像人又不像人 對 或者是類自行車 那怎麼辦 或我踩這種電動滑板 我還要喝酒 上不上酒駕 我如果吃酒駕可以打這個嗎 可以踩在上面嗎 一個變成行人喝酒 變成這樣 算行人喝酒 對 他算不算行人 類型人這樣 可是他速度可以到幾公里 這個到25公里 那個輪椅的部分是到15公里 像這個 所謂的代步這個到25公里 它可以到25公里 一個喝酒的人25公里 他用個快速衝來 你又撞到他 這樣挖嗎 你如果是被他撞到的話 對 所以剛剛齁 那個包括陳雪城委員所提的 在人群大約6公里 這個應該也這個應該 非常支持我們很支持 趕快用法令 趕快去界定他 是是是 我喝酒可不可以踩這個 可以嗎 我不是 我也不去車了 酒駕耶 駕車才禁止喝酒 行人應該是沒有 對嘛 腳踏車有 但他又不算行人 那是類型人喔 類型人要當作行人來處理 當作行人來處理 所以他可以喝酒 所以現在的確在這些所謂的 而且科技進步越來越快 他們現在這種東西做得越精巧 基本上 其實像電動自行車 或者電動代步車 我們是有法令 第一個有時速的限制 是是 那我們之前討論過很多人會去偷改 等等 我是覺得 你現在 現在 要 面對這種越來越多的一種狀況 政府應該第一個先把它界定分類清楚 我們不是有運輸所嗎 這應該是你們研究範圍吧 運輸所 運輸所 運輸花那麼多錢 錢那麼多專家 這怎麼管理 怎麼管制啊 坑委員報告 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有針對自行車跟類似運具 我們有做了一份研究報告 那這份研究報告 大致上是收集 國外的相關的 這些文獻啊 法規這些資料 還有 調查 重點就是你必須要 面對注意啦 是 這你不得不去面對它 我經常在路邊總常會遇到 很多人用這個啊 所以我們在報告裡面有說 對這一部分 好不好 市長還有首長 我們這邊這個部分 我們請交通部 好 要跟得上時代的腳步啦 好 這個還要處理 另外 我們很多立委同仁在冠軍那個區間測速啦 區間測速 會引起大家的反彈 是因為之前 他出包好幾次了 因為 很多人抗議啊 說他不準確 那實際上 他現在大家的正論點就是說 我們這種區間測速的設備 他沒有國家標準 你沒有經過國家的那個檢驗啦 那過去我們的一些 所謂交通執法的裝置啦 不管你是雷達測速儀啦 或者是手持式啦 或者是什麼線圈式的測速儀 或者是定點式的測速儀等等 或者是 甚至包括那個喝酒 酒測那個呼吸器 都是經過國家標準檢驗的 就只有目前這種區間測速儀是沒有啦 但是各個縣市政府 我稍微統計一下 已經花了一億兩千萬 也就是一個 還不知道 沒有標準喔 我自己這樣推出來 確實是 太過衝觸啦 我不曉得為什麼要 花那麼多錢 花那麼快 各縣市政府已經花一個月了耶 結果現在正論點是說 我們目前所執法的各種 這種交通安全的裝置都有 有國家標準 都有經過檢測 只有這種沒有啦 所以 一般民眾喔 他會想出方法來對付他 我給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好像在新北市喔 這個好像是北宜公路啦 因為你是兩個點之間要四分鐘嘛 所以他們那個重機組飆車飆很快 然後就到 下一支喔 要計算你速度的時候 之前他們停下來 因為 那邊剛好有個空地 大家就在那邊 停下來聊天喔 等差不多 四分鐘過了再騎出去 因為你測不到嘛 超過四分鐘啦 平常駕日都好幾十台汽車 群聚在這裡 甚至已經有賣香腸的小販 他已經在那個地方知道啊 駕日的時候啊 很多飆車 或者是 享受速度的 那種騎士呢 他們就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飆過來 他知道前面 有第二支的那種區間測速儀 所以在通過第二支之前 他們現在這個空地也停下來 要那邊休息 這個就是民眾喔 他們想辦法去對付你 還有上一張喔 因為民眾他就會騎 騎在人行道上 有沒有 騎上人行道 他也是要閃避你的那種區間測速儀 所以不管如果大家對這個東西喔 目前最大的詬病就是 他會出錯 他沒有國家標準 這個還是要面對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到 也有本位同仁有相關的那種修法 我跟林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次彰化發生 是任體上在對時有問題 那他現在 我知道他們改過以後 現在也沒問題 你也沒問題 他們現在改過 尤其在測試是沒有問題 時間的關係啦 我希望 直接叫我們來參考 好不好 你這個就是沒有辦法讓大家心服口服啦 因為你們要一個測試標準 你就拿出來用 然後確實也發生過幾次的那種烏龍事件嘛 問題就到這個地方嘛 好 我們現在有要求第三方 你就趕快訂定一個標準出來啊 好 因為現在花了一億兩千萬 現在全國都停下來了 只有新北市還在用 那其他不是浪費錢 你知道嗎 現在全國大概只有新北市 現在只有新北市還在用 其他都暫停了耶 一億兩千萬都丟在水裡面耶 暫停他們是 市長 我們在討論一下 因為有時間的關係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好 謝謝林津縣委員 市長 剛才林津縣委員 列了個圖表出來齁 改天我們中等部來考試一下 好不好 你們上來念一念那個什麼車 什麼載據 什麼劇的齁 我看沒幾個人能夠很完整的唸出來 我那個修法題案 你們這邊還寫出不語修正 天使研究所,你好好考慮一下,要不要學生你考慮一下 現在太空裡面的人造衛星很擁擠,你趕快定一條法令出來,你知道嗎 像太空人造衛星流量都很擠,你不能去看國外的,我們要因地置疑,對不對 好不好,你回去考慮一下,因為明天我們來審這個 好,下面請陳厚伯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請邀請王次長 來,王次長 蔡愛好 次長,國內疫情趨緩,上個禮拜五我們交通部也召開會議提出來 交通、觀光、防疫、鬆綁的三階段的一個實施 是,是 我們在委員會有提過,我們鬆綁主要的目的在於要振興 是,是 是希望說我們整個,大家能夠盡快地回復正常生活 但是在第二天我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我們負責陶基地勤業務的這個,桃園行情公司 從6月1號開始,員工要放五星架,次長知道這個事情嗎 不曉得,我不曉得是6月1號開始放五星架 不曉得齁 這個是你們上面公告的一個事實 那我想次長大概也知道說我們現在 其他航空公司或是機場周邊的業者 也沒有一家任何公司在放五星架 那因為,桃園呢,他交通部佔有45%的一個死股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讓外界這個誤解 就整個企業是不是一手在拿紓困,一手又要放五星架 那這些勞工的潛意他們的部分呢 是不是我們政府也應該去了解 尤其是我們這個桃園,這個是國家的一個關谷公司 也應該來跟其他周邊的一個公司呢 因為同樣在台灣機場工作的人 沒有任何一家在放五星架 獨讀我們桃園公司在放五星架 我想費偶,你其實了解又給我一個說明 我來了解一下,目前應該是在 因為我們對機場的紓困 空運的紓困也有很多的措施 我想我再了解一下它所謂的 無星架到底代表是什麼意思 我再了解一下 好,你會不會再了解這個服務本席 第二點就是說,剛剛有許教委員提到 台北車站 這個大廳開放到底要不要 這個讓有一些空間 做其他使用 正反意見都有 我相信這個部長也提過 希望能夠想出兩千其美的方法 那不曉得現在交換部門有沒有對策 現在大概這樣就是 到七月底以前就是疫情期間嘛 所以是不准坐在那個地方 但疫情過後現在台北局在 在擬方案啦 就是說過去他們所談到就是官瞻 還有要不要有椅子 然後會不會妨礙動線等等 現在再做一些這個修正 等到方案出來 我們再確定 但是目前是 以部長的想法是兩千其美是開放 但是要適當管理 這個市長喔 現在移民 移民喔 大部分都在外面 移工 跟國內的部分的一些團體集合地點在裡面 所以我們不能說完全是移工在活動啦 我想這個 很多政團意見都有啊 你們應該去規劃一下 我們聽到意見 還有一個好的方案 台北火站確實是 交通的一個運輸的樞紐嘛 大家也許願在那邊積極方便 是不是我們台鐵喔 這個台北火站 其實上面有很多樓層啦 有沒有其他空間喔 稍微規劃一下 可以提供公共使用 不要完全說 這就是 有些是比較 比較可能 比較可能 團體比較大的或者是 因為我看上面有很多那個 空間啦 有些是租給人家使用 有些還空著 是不是規劃一下喔 讓這個民眾有便利集合 或者是便利去交易 交易的地方 我跟村長報告喔 就是 事實上台鐵 並沒有宣布說 那個地方可以 可以做 聽說是因為那邊 弄得非常乾淨 大概就是 開始習慣上 就坐在那邊聊 就慢慢形成啦 那上面的部分 它現在大部分是 辦公室跟商業使用 那我再猜可能這些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啦 到底他們要不要在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空間 如果這麼多的移工 他們在假日的時候 希望有個聚會的地方 那我們如果適當的管理 現在目前適當管理還是 重新開放 除了適當管理以後 我是建議說適當的位所 場所 也可以提供給他們使用 因為台鐵 那個台北火山 上面樓層那麼多樓層 二樓在做餐飲使用 其他很多樓層 應該有空間啦 去檢討一下 因為我們也去看過了 好 這個給你們做參考 第三個我想 普悠瑪番舟事件 這個 檢討出來還是駕駛的一個應變的 平常的訓練或駕駛 這個好像 每次我們每次在討論 非安或運安 這個相關的一個事件的時候 都 包括上次的黑鷹事件 其實駕駛的訓練 平常的一個 他的生活狀況 確實是 佔很大的因素 所以我就是 我們請那個 那個 未來的 針對駕駛的 營運管理的規範 除了要周遠之外 要落實管理 我看相關的資料 109年了 我們才開始規劃 跟嚴厲建立評鑑制度 這個 我覺得部分 這部分我想請交通部 積極去落實這個 所謂的 營運 以及服務的評鑑 好 這部分我們來 好不好 事實上我跟委員會 這個如果能夠落實 然後再加上 我們的司機 不管是 不管是機師 那個 飛機的機師 或者是我們 鐵路的 那個 這些司機類 都一樣 這個平時的訓練 駕駛都很重要 這大眾運輸工具 而且 這個 這個我們 確實 很多次的檢討 都發現到 是因為 平常的訓練不足 以及 平常的 管理跟這個 服務績效的 評鑑 這方面沒有落實 我想 既然已經有 要 今年開始 要提出來 要做這樣的一個 評鑑 我想這個 評鑑制度要去落實 好不好 好不好 這一部分我想說我們來進行 尤其 事實上過去我們看到 他問題是在標準座位程序 他 久了以後他會忘掉 我想 剛才 這個 委員所提的這課題 是很重要 我們就來 加強 就是說他猜群管理的 他的 訓練 技能的檢定 這個其實都要 平常就是要有一定的 狀況存在 他才能夠 應運駕駛的工作 最後一個還是 期間測試的問題 那 上次我就提到 應該 消防部應該 邀請相關單位 趕快把這個 國家的標準 建立起來 那目前來講 也沒有一個期程 大家今天談 關鍵的問題還是在這裡 現在進一部標準局 他有同意在 渡量痕器檢定辦法裡面 加入 比如說 整個期間測速的 系統的 這個驗證 目前初步我聽起來是這樣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是 他事實上不是 用渡量痕 這個儀器 他是用期間測速的 系統來做這個事 那目前我們就 跟 如果他做完以後 我們就依照這樣的辦法來處理 市長我們沒有定時間 但是希望你們快速一點 我們要盡速來執行 對 否則你那麼多的設備 已經 都已經上線了 在使用了 那現在 大家要求你不能 不能這個 這個拆罰 那 那個等於 空有設備在那邊 在那邊放 放肥 在那邊放置在那邊 我覺得也不好 所以 我們這個 國家的標準 還是要趕快來建立 了解 我希望你相關部位協導的時候 這個部分 列入重點 因為這個 我們交通部門 都跟民眾 身有息息相關 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 這個 在 這個 你們行政院議員會 的時候能夠趕快 訂立一個標準出來 好不好謝謝 我們加速來執行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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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委 發言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 有請王次長 請王次長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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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一千多輛,實在是非常的驚人 那我想呢,這幾年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包括我們機車的數量,其實它的增加慢慢的有開始趨緩 可是呢,實際上我們這些車輛在我們台灣的整個面積很小的關係 那這些移動污染源它所排放的地區還是以近地為主 所以相對的,這個會對我們自己民眾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想了解一下,針對於如何要減少我們車輛的污染 交通部有沒有一些什麼重要的措施 我先給次長看一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呢,是我們國內跟國外主要的一些策略的推動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我們目前有在做的比方說 這個車輛的胎車換新的補助啊,停車場的優惠啊 包括我們共享共成的一些的機制等等的 那當然有一些是也還沒有推動的 那從這張圖表,我不曉得這個次長是怎麼看 第一個你可以發現現在我們國家主要在推動這些污染源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還是以補助為主 還是以補助為主 但是呢其實現在很多的先進國家 特別針對於移動污染源的管理呢 其實有一些開始做一些比較強制性的作為 比方說日本跟新加坡 他們對於車輪的部分有去做了一些稅制的一個加重 那英國還有德國這些歐洲國家呢 他們有做一些分期管理還有空品區等等 那包括美國、英國他們對於道路的擁擠費用 都有在做徵收 還有全國當然現在對於燃油車核實退廠 都有做了一些的騎乘的規劃 那當然某部分是我們有環保署在這邊做相關的一個配合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我們交通部能做的東西還是非常的多 怎麼樣減少在都市部分的一個污染 好,我聽一下這個次長的意見 交通部這邊有沒有一些如何討論再加強管制性的作為跟政策 我跟學員報告,在過去的一切 委員這邊類的非常詳細 國外包括像車輪等等這些 一開始在可能是兩年前當時也有這樣的想法 那當時引起這個老車 而且後車的很多的抗議 所以後來變成用補助型的 就是鼓勵他去比如說 市長,我了解我們的政策它都要有循序漸進 通常我們補助它太患 但是我們除了這些之外 你慢慢的還是得跟進 不可能我們永遠都在補助 你政府還是有下一個階段的目標 當然什麼時候會上路跟執行 這個我們不確定 但是至少我們國家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方針出來 我們的騎乘包括方案都要有 否則它我們永遠都停在只是在補助階段 這個對我們整個空氣的防治沒有太大的幫助 目前像交通部在這裡看到計程車 如果電動車就補助比較高 然後在公車 現在一萬部大概已經換了 就是我們有個目標 每人大概四百部這樣一次換 現在也電動車在換 電動機車除了我們跟環保署也都在做 還有剛才談到專用的停車格 的確是從獎勵 不會比較沒有像就強制 比如說時間到就要怎麼樣 因為花姐有很多 我知道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的 我們的補助有說就是一言再言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就本來就是要有循序漸進的方式 但是該怎麼樣 對於現在的空氣污染 我們去防治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階段性 這可能是在第二階段 對那階段性 現在我們剛剛 你剛剛次長提的 補助完之後下一個階段 那一直都沒有接下來的 對於比較 我不是說一定要開罰 因為環保署這邊 現在如果你違反的 它還是有開罰 但政府你還是有一些 比較有限制性的作為 就何時要出來 所以我們自己內部 一定要有配套 當然這個還要經過大家的討論 但是我是說 交通部這邊 我們對於騎乘 包括你的這個數量的管制怎麼樣 你要有一個 你自己內部要盤點一下 包括你自己打算怎麼做 你將來才不會說 我們要推的時候 你要去收集很多的資料 你才不會來不及 好這部分本來在過去兩年前的確 也有這個 比如說第一期環保的 88年前的 什麼時候要推 那後來就變成一個 用更積極的來鼓勵他換車 或是這個加強這個 排員設備的處理等等 我想如果我們的這些 鼓勵措施都做完了 那或許我們比較有理由 來開始用比較 或許你不做強制 市長 我知道 人都外奏壞人 尤其是政府 他當然不想要得罪人 但是補助 你現在講的 我們補助完 民眾再要求 我們還會再做第二期的補助 他就是永遠 他就看不到下一個階段 比較有強制性的作為 這個對於空氣防治的污染 沒有太大的幫助 我的意思是說 叫交通部這邊 不是說我們推了 馬上要上路 而是我們內部自己 要有這樣的一個 階段性的盤點 什麼時候要推 階段性做完之後 我們不知道 行政院何時 要推出下一個階段 我們如果主動提出來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個 當一個推辭啦 就是我們補助完再做 那補助完什麼時候做完 你也現在說不定啊 不是嗎 對那個 事實上 整個策略 整個完整 包括學員所提的這些 比較 所謂強制性的策略 在我們應援手事實上有方案 然後我的想法是說 這個先做 這個鼓勵性的 當然 當然沒錯 然後後面或許 這個方案再出來 事實上方案已經有 像類似 這種從移動員裡面 來減少污染 好那我就簡單講 就是現在真的 可能要嚴格開始 去討論這個問題 去認真的去思考 包括如何參考其他國家 有更好的一個方針 這個未來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它會更加的快速 我了解 我再提一下 就大家今天非常關注的 我們個人代步的載具啊 包括這個電動的滑板車啊 塞格威還有電動自行車等等 現在其實都作為機車 它的一個這個替代用品 那包括其實就是可以讓人們 在很短的時間 它可以完成它的運行 那因為它其實這個體積很小 其實它可以在不同的運輸的這種 運輸工具裡面 它其實可以去幫忙做一些的這個轉成 尤其是我看到我們2020年的 運輸白皮書當中 我們政府也希望可以推動綠能 跟這個替代代步的工具 但是我們對於個人的代步 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作為啊 那交通部這邊是講說 目前呢我們會做低度的管理 那打算在八月份提出草案 我想了解一下 低度管理跟現在目前會可能的管理範圍 是草向怎麼樣 很喜歡嗎 現在大概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行動輔具 就是對身上或老人的行動輔具 包括電動代步車跟電動輪椅啊 那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它是變成用行人來管理 讓它走人行道 那另外我剛剛所談到個人代步運具 像剛才的塞格威又是平衡車的部分 因為它速度很快 這部分我們現在還在研究 那所以你如果預計八月份 可以來得及提出來 對我們現在在討論 有一種狀況是說 如果不希望它放到道路上 這時候它可能變成一個休閒的 如果放到道路上 到底是放在行人道還是 所以八月份可不可以來得及提出來 可不可以來不及 來不及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沒有修法的時程 沒有修法的時程 沒有修法 但是我請他們研究好了 這樣好不好 他現在是沒有在做 沒有修法的時程 所以沒有嘛 所以現在沒有打算說何時要提出來嘛 對不對 沒有 現在還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實在是 有必須要 因為現在這個 我們在馬路上也好 包括你地方政府 對這問題也相當頭痛 我想這邊啦 次長您快速的跟我們 跟我們同仁 尤其跟地方政府 在哪些道路上 哪一些可以管理的 包括現在未來的 大家委員所關心的 我覺得要儘速提出來 這等一下我想我們那個 主席他還會再詢問啦 因為大家都非常關注這議題 也希望我們盡快的保障 我們這個民眾的一個安全 那特別呢 我們的法員可以管理的更加的完善 讓大家可以有所依循好嗎 好 好 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許志傑委員 次長拜託啦 許委員交代的事情 你們好好用心研究好不好 跟委員會報告 那個許志傑委員 因為要趕行程啦 所以我們等他發言完畢 我們來休息10分鐘 謝謝 好 下一位請許志傑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請次長 好 請次長 市長好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台北車站大廳靜坐勤聚 那林佳龍部長已經請台鐵重新評估 那現在進度如何 現在大概這樣 就是說我們到7月底以前 因為防疫的需求 所以他是不准在那邊勤聚或是坐 是的 那到底8月要以後要怎麼做 那目前初步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部長是提到是 兩全其美啊 這意思是說 我們可能開放 但是適度的管理 那這個措施 現在由台鐵級正在延領 延領這個措施 我們是希望說 一方面這個搭車乘客 跟坐在那邊的 不管移工或年輕人 能夠都雙贏 來進行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大廳 雖然很多人談到 也算是台北車站的一個特色 因為它很乾淨 所以才有人會這樣坐 對啊 國外的車站也很大 它也很大 但是很少人會坐 所以 市長你應該曾經約朋友到車站集合過吧 有有有 有吧 是是是 所以到車站如果不能集合 那 不只外國人不方便 連本國人都不方便 是是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到國外去跟人家約在車站 被人家禁止 你的感受如何 他不是說禁止 他是說席地群聚在那個大廳那個廣場那邊 我是這樣建議啦 我知道台鐵的想法 就是第一個 因為現在是疫情 疫情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防疫嘛 所以你在那邊群聚當然就不好 所以在疫情期間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互相體諒 那如果非疫情期間呢 我是建議就是說 當然也許啦 也許台鐵會認為說 很多人在那邊席地而坐 潮潮攘攘 看起來不雅觀 那那麼多外國人到車站來聚集 事實上我們 有時候我們說實際 我們要求人來就不太簡單啦 每個外公 要有很多人來其實不太簡單 那有人來表示這個地方 讓人家喜歡 讓人家吸引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機會 就是我們把它周遭環境變得更好 了解了解 而不是說我現在開始我就拒絕 我就擋你們說你們不能這樣子做 而是我把周遭的環境設計得更好 沒關係你們可以來 來台灣是一個友善的國家 是一個友善的環境 那你們喜歡來這裡 我又把你們弄得更好 或者是戶外 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延伸的 我應該是朝這樣子去規劃 而不是說 我以為都動你們不能這樣做 而且目前方向跟這個虛擬的方向一致 就是我們是覺得移工在 尤其他大部分是移工 所以次長知道我的意思嘛 我們希望說台鐵在這個觀念上能夠改變 是是 是歡迎他們來把環境做得更好 而不是說你們來吵到我 所以我把你們擋住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交通部可以調整 是是 第二個就是說雙鐵飲食六月一號鬆綁 六月一號取消梅花座 如果這個現在有人擔心說端午節返鄉 那交通部是不是會跟這個防疫會有所衝突 這個部分我們昨天有提疫情中心 事實上它鬆綁雙鐵飲食是保持社交距離下 才可以 所以這個事實上有它的先決的一個條件 那端午主要是這個自由座跟站位的部分 那目前在昨天指貨中心的想法是可以開放 但是如果自由座人太極的時候應該適當的管理 台鐵站位也可以開放 但是如果太極的話應該適當的這個管理 比如說什麼叫太極不能維持這個社交距離的狀況下 所以目前這個雙鐵大家按照這個方向來做 所以我們的結論應該是說開放飲食 但是飲食完了還是希望你把口罩戴著 對但是 那你上下高鐵上下台鐵 還是希望你把口罩戴著 這個部分沒有改變嗎 那個戴口罩這個量體溫都沒有變 對 就是戴口罩量體溫沒變 那個沒有變 然後希望你如果飲食之後 趕快把口罩也再次的戴上 只是中間有一段小開放時間 是屬於你個人的空間跟個人的時間 這樣子的原則應該是沒問題吧 因為過去有很多人覺得 尤其像台鐵都搭四個小時到東部 所以很餓 所以我們是覺得如果維持這個社交距離下 那這個意思是說 在我們的雙鐵他也會幫忙調一下位置 吃東西如果比較空 他可以調調到哪裡吃東西 這部分我們也請雙鐵來做這個事 幫忙把他這個 讓他有一個維持可以吃 吃東西的一個距離 是的 就是防疫跟人性化可以兼顧 兼顧我們希望要兼顧 對 這個部分希望說可以做這樣子的思考 是 那第三個就是區間測速 現在交通部對於區間測速 我們在三月二十四 你們也曾經大力的誇獎這個區間測速的成果 對不對 那現在到四月二十九 撤銷了三千六百二十七件的罰單 那目前交通部打算在全國的區間測速 應該有什麼實施的步驟 目前這樣齁 就是說 這個測試因為彰化那個韌體壞掉 他是繼續壞掉 那目前調過以後 在他們的這個反應是 現在是正常的 那我們是覺得區間測速在過去 像在北部 他減少大概九成的這個造勢率 所以我們是覺得他的 在植瓦上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基本上是覺得 區間測速往前走 但是大家所關心 準不準確的問題 目前我們是希望 以兴莊的這個地方政府 那目前大概有九個縣市 有十八個系統 我們希望他能做透過這個 再去驗證一次 準不準確的這個方式 所以就是系統的問題 系統 對對對 那我們這個政策是好的政策 這個我也鼓勵 但是呢我們要實施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們自己可以控管品質的時候 我們來實施這個政策 那就是對的 對對對 那如果這個出去的品質無法控管 那就會產生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彰化這個民眾 其實他是因為不服氣 我就明明沒有 為什麼你還罰我 部分區去查 追根究底的了解之後 才發現系統出包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不服氣的民眾 我們都還不知道系統 哪個系統是對的 哪個系統是出包的 所以剛次長講到十八個系統 你要怎麼樣讓這個系統都是對的 這個應該是我們主管機關在做的時候 必須要思考到可能發生的問題 那以目前來講 那交通部是不是已經有把握了 就是說這個系統 以後繼續實施的是對的 這個你要怎麼去控管 目前我們是 現在主要是中科院 他透過他擔任第三方驗證的角色 現在幫很多先生有在做 然後因為氣氛測書跟一百萬元 渡量痕跡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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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謂區間測速系統 系統這個觀念把它放進去 所以很簡單就是說我跟次長希望這樣子 系統已經確定沒問題了 就可以實施了 系統還沒有確定沒問題之前 暫緩實施 現在目前是這樣 那系統的控管應該是交通部跟相關的單位 不管是經濟部標檢主義還是中科院都無妨 你今天系統可以測試我18個系統 是要測試說我經過測試系統 因為它的SOP嘛 你把系統的SOP測試好 通通準確的以後才上路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全國都暫緩 是不是 那個就是說交委的決議就是說 如果你確定以後是可以繼續 所以他們現在 新北市說他們已經確定了 他們確定沒問題了 對他們確定沒問題 其他現在停下來在做 確定有沒有問題是誰在做 他們各個縣市政府自己決定嗎 他們請 自己決定自己承擔嗎 那萬一他們確定沒問題 以後再出現問題誰負責 沒有就看是確定 因為現在齁 在交委要求說 這個地雙認證嘛 沒有認證前要停止嘛 那現在他們已經確定說已經認證了 那就繼續走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部分就每個地方就如果他已經確定沒問題就繼續走 就每個地方自己承擔 所以我是建立交通部就是這個SOB很清楚嘛 我今天系統經過認證過上路 系統沒有經過上路認證過暫緩實施 那你今天交通部決定的原則是這樣子 各縣市政府你要決定的時候也是根據我的SOB去決定 這樣全國有個一致的系統大家才會有機可選啦 要不然你到底誰可以誰不可以誰決定 好我們待會後續我們 在跟您說明一下現在進行的情形 沒關係 我現在要求就是系統確定沒問題才上路 好 那縣市的系統有沒有問題 是縣市決定還是交通部決定 你把這個SOB定好才不會再出錯 應該要縣市 OK 好謝謝 好謝謝許智爵委員 休息十分鐘 大委員好 就好 擁有 好 好 好 最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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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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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